基金接受然後各界的指導跟指導 然後同時也要深刻檢討 那我們的監控系統上面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主要是人為疏失的部分 在勤務的輸入部分 那也就是沒有做好相關的通報跟橫向聯繫 那我們每個節點都有監控 但是我們的監控人員把這整個過程 把船當成我一般作業的遺傳 因為當時的淡水河口有將近五十七艘的不明目標 更接近的說有三十幾艘 那也就是我們同仁會誤判為常態性座位的漁船 以至於在沒有通知海軍隊做線上的查記 這是比較有疏忽的部分 另外不管是我們守望照或者是我們這一個雷達站的同仁 發現這個目標以後沒有繼續做這一個沒有繼續做後續的通報 也就是整個通報環節出了問題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整個署裡面整個會做檢討 本組的話今天早上海軍組立即召開烤基評議會 針對北部分署分署長一直到雷朝首 總共有十位分別出以深屆到寄過的處分 現在還在偵辦這位大陸人士偷渡的動機 依照規定目前是違反兩岸條例跟入出國籍移民法相關規定 所以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中 那如果完成真審程序依照過去的案例 判處有期徒刑 刑期執行完畢後 在一兩岸共打跟進門協議 我們來辦理前晚作業 初步見識發現 他有預備非常多的郵箱 所以我們研判他這樣執行過來是合理的 另外也有發現相關的他的生活包括水等等物品 那這部分的話詳細的動機 我們還要進一步監視跟調查 那這部分的話也要配合檢察官偵查 所以沒辦法再做細部的報告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武裝的小型的民船的話 那我們處置是不是還照今天這樣的一個辦法來執行 這個案子有偵測到 但是沒有去識別 就接下來就是用案記跟安檢 來監控來發動安檢 那為了確保安全 我們希望在外海部分 我們第一時間就要辨識 這部分我們會繼續 我們一定有信心能做到 再確保安全 共會 來 對 った 在 鋰匙 有